歡迎各位亦有全面晉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立場新聞》宣稱 他們取得了上個月在紫荊黨內部傳閱的一份刊物 在這份刊物中的其中一篇文章 提倡 應該要由中央出面協調香港的房屋問題 而且還舉了一些例子 就是要強徵土地 第二宗消息 林鄭在接受李慧琼訪問的時候就提到 說從政者 不要介意未能取得民望 否則在香港的環境就會很痛苦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立場新聞》所說的那篇文章 作者的背景是怎樣的 《立場新聞》宣稱 說那篇文章在紫荊黨內部傳閱的一份刊物中找到 後來同一篇文章在香港01都有刊登 作者是吳俊菲 香港01的作者介紹 只是交代了他致富的背景 沒有提及到紫荊黨 後來紫荊黨的發言人黃秋智都承認了 吳俊菲其實就是紫荊黨的執委 主要就是負責黨內的智庫 而且他又有政策研究的背景 所以吳俊菲其實就是紫荊黨員 我們就看看那篇文章到底是怎樣說 首先文章裡面就提及到 說香港在過去的二十幾年 土地房屋政策是果足不前 拉大了貧富差距 造成社會動盪 甚至令到房屋問題 上升到威脅一國安全的地步 這些就是上有好者 下必甚然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多次提到 說要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 而且大陸也有不少的學者 都已經吹風說 其實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房屋問題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這篇文章所寫的東西 無非都是要迎合上面的口味 但我就有個疑問 到底香港的房屋問題 開始解決 甚至乎是逐步解決之後 到底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是否就從此迎刃而解 看怕我也是有相當大的保留 你說在2019年之前 那些走出來抗爭而被捕的人當中 沒錯 大部分都是基層人士來的 但是在2019年那次 就有了一個本質上的不同 因為在被捕的人當中 不少其實都是大學生 年輕的專業人士 甚至乎是一些中產的子弟 故此 即使解決了香港的房屋問題 是不是代表著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就會完全消除 我就有多少保留了 好了 我們說回這篇文章 他說要解決房屋問題 到底怎麼解決呢 裏面就提到了 基本法就規定了 香港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是屬於國家擁有 中央授權特區政府負責管理 使用開發出租 或者批給個人 法人或者是團體來使用和開發 收入就全歸特區政府支配 因此無論是從法理 還是是從法律層面上去看 中央都有權 協調香港的土地供應 跟著這篇文章就舉了一個英國的例子 就說 其實英國 都有使用到強制徵收土地的權力 而且甚至乎在二戰期間的時候 所徵收回來的土地 補償都是象徵性的 甚至有些土地是沒有得到任何補償 如果中央是出面協調 香港目前 在土地供應方面所存在住的 法律 環保 以及規劃等的障礙 都能夠克服 特區政府完全可以在五年之內 為二十多萬名的劏房居民提供到寬敞的住房 真是提供了一個非常美好的願景和藍圖出來 其實這些東西以前在土改的時候都是說 鬥完地主之後就可以分田地 但是大家知道 後來的結果是怎樣的 這篇文章還說到 英國為了舉辦2012年奧運會 進行大規模的徵地 它的經驗是值得特區政府去借減 所以如果特區政府真的行這一套的時候 那些地主 大地產商 尤其是因為他們團職了很多新界的農地 土地 另外就是那些新界人 原居民 這兩班人其實就是首當其衝 因為在目前 所謂的限制土地 或者是可發展的土地裡面 這班人就佔據了不少的份額 如果真的要強徵土地的時候 這班人的利益就肯定是會大受損害的 因為你被人強徵土地就算有得賠 你也賠不回你自己去發展這塊土地所得到的利益 好了 接著就去看看這篇文章最後提到什麼 最後那段就說 特區政府官員本身 就是土地和房屋政策的關鍵受益人 由利益相關者推動和執行相關政策 是存在著利益衝突 那為什麼會說 官員受益呢 怎麼受益呢 這篇文章就解釋了 香港政府至少有四成半的財政收入 是來自土地和相關的產業 包括是賣地的收入 房產稅 以及是對地產商所獲利的徵收稅行 而香港的公職人員 因此就得以享受全球名列前茅的薪水和福利 為了避免公眾質疑政策的公平性 中央就適宜監督特區政府 制定和執行和土地房屋相關的政策 哇這個邏輯就真是夠巧妙了 將這個賣地收入 將那些財政收入和地產房屋有關係 就和這些公職人員的薪水和福利 掛鉤連繫了上來 從而增強了削權的正當性和合理性 就找中央 來監督這個土地和房屋的政策 所以這篇文章的邏輯 很厲害了 這樣來扭 當然你說解決房屋問題 我也是相當贊成的 問題就是到底實際操作是怎樣做的 到底最後會不會真的走到 強制徵收土地這一步 我相信機會都很大了 因為吹風都已經吹了相當久的時間 而且上面又說要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 再加上現在 比如說這篇文章 就開始在鼓動一種風潮 就說香港的土地房屋政策果足不前 就是和 這群政府官員的私利考量和官僚主義有關 這群人到他要制定土地和房屋政策的時候 可能他要為了避嫌 他會大刀闊斧地 向那些地主開刀也不奇怪 所以走到這一步我相信 強徵土地可能都會勢在必行 一旦真的推動這件事的時候 對於香港會有什麼影響呢 當然 投資者就會擔心 究竟對於私有產權的保障方面 是不是構成了一定的疑問呢 而且說強徵土地到底要強徵什麼土地呢 是一些空置閑置的農地、棕地 還是還是連上面已經有建築物那些都會強徵呢 你第一步當然就是會強徵土地來蓋房子 所以那些一定是空地來的 問題就是蒸蒸的時候會不會蒸其他呢 那些人一定會擔心這些東西的 當然就會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 這個是必然會的 因為對於私產的保障也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在第一兩鋪去說強徵土地的時候 到底賠償的問題如何處理呢 也是很重要的 願景當然是美好的 五年之內可以為20萬劏房的住戶提供寬敞的房屋 但是實際操作的時候又會變成怎樣 會不會走樣變形呢 接下來我們就去看看林鄭 接受李慧琼訪問的時候說到什麼 他說修訂了選舉制度之後 議員和市民將會對政府有更高期望 日後沒有了議會的亂象 政府不能夠再推堂責任 他真是厲害了 到底還有多少市民會 對政府有高的期望 甚至有更高的期望 我有點懷疑 另外他說到沒有了議會亂象 政府就不能夠再推堂責任 其實政府從頭到尾都不能夠推堂責任 就算議會有沒有什麼亂象 以後就一定沒有 因為以後選得進去的那些 全部都是要拿選委的提名 選委提得明給他那些肯定就是可信任的 不會在議會上搞事 林鄭還說 當市民看到不願意看到的東西 有時候甚至可能跟政府無關 例如疫情 因為市民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都要發洩 就覺得政府是做得不好 因此從政的人就不要介意 未能夠取得民望 否則在香港的環境就會很痛苦 我想請問 到底疫情是否真的完全跟特區政府無關 也不要再提去年那些第一波疫情 封不封關的問題 都已經是太久了 只是說第三波疫情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是曾經出現過一段時間清零的那些個案 有幾天是零個案的 在去年四月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印象 後來為什麼又引發到第三波疫情呢 就是因為有一批海原入境香港 那為什麼那批海原是可以落地的 誰批准他的 他私自入境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出現第三波疫情呢 那些海原哪裡來的 為什麼那批海原是可以下船的 那批海原是 為什麼可以入境了香港呢 那這些跟政府有沒有關係呢 他又說到 叫從政那些人不要太介意 未能取得民望 有什麼都可以介不介意呢 你根本上就沒有本事取得民望 所以你是不能介意的 你想介意都介意不來 更何況就是 如果在一個外國的民主社會當中 市民對於政府的不滿 他不需要經常走出來示威遊行抗議 不需要做這些事 因為他們的不滿是可以在下一次的選舉當中 量化成為選票 來決定 現屆政府的去留 他還說到 過去一段時間 香港有不少人抗拒中央 如果當日的治港者是為了取得市民支持 一起抗拒中央 就會完全違反了一國兩制 他認為有意從政的人要堅持原則 但是同時都要以人為本 接地棄聽市民意見 並且要有平衡不同意見的能力 他其實就是在 詭辯 他說如果治港者為了取得市民支持 一起對抗中央就會違反一國兩制 這個說法根本上就是有問題 大家想想當日 林鄭和曾俊華競選行政長官的時候 曾俊華的民望一樣都很高 他有沒有走出來帶頭要對抗中央 絕對是沒有 是不是他是不是一個外國者 他絕對是 他自己也說是 你怎麼說 要取得市民支持就會一起對抗中央 這個根本上就不成立 曾俊華有沒有帶頭對抗中央 是沒有 他民望又高過你 怎麼解釋呢 還有他說要接地氣聽市民意見 並且要有平衡不同意見的能力 就是說你說了 你聽完市民的意見之後 又要平衡意見 有些人說要普選 然後你就弄了一群人出來 就說不用普選 那你就在這裡 平衡了意見 是不是 這些伎倆已經是玩了很多年了 經常說諮詢諮什麼 市民有100個意見 說反對也好 有些團體有本事 可以組織到1萬個意見 出來贊成 反而那些人變成了主流意見 你說要平衡意見 那怎麼平衡呢 利益就真的需要平衡了 大概那些市民怎麼想 做政府官員的怎麼會不知道 看看民意調查也行 是不是 不過也沒有 你那個 中庭耀的機構做了一個民意調查出來 然後建制派有些機構 他自己又做了一個民意調查出來 那你特區政府看誰呢 平衡怎麼平衡呢 你到最後又看建制派弄出來的民調 然後就說 那個意見就是這樣 那有什麼意思呢 聽了什麼民意呢 好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